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呢 是还蛮特别的小菜 它叫做 茶梅姜 茶梅嫩姜 各位可以看得到 亲手上这一个 这是自己腌制的茶梅 很明显这些茶梅呢 它是属于比较高状的 所以它可以冲开水喝 也可以直接吃 只是在制作过程中 它的梅子的程度 比较干撇 所以呢 它拿来做料理其实是很棒的 包括你可以煮梅子鸡啊 或者像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茶梅姜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就是 姜 嫩姜一大块 我已经把它预先洗好了 那再来就是 我们需要盐巴 砂糖 茶梅 然后一瓶 开水 还有糯米醋 好 就需要这些材料 我们今天优先处理的呢 当然是先把嫩姜 先做一个 杀青的动作 那嫩姜我已经去先洗好了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把它剥开 好 那嫩姜要怎么处理呢 切片 都可以把它剥开 好 那切斜片 如果你不喜欢吃薄的 你喜欢吃咬下去 有点厚实的口感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切成滚刀块 两者都可以 好 那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属于滚刀块 它就是会有厚薄的差异 有这边比较薄 这边比较厚 那这就是单纯的薄片 两种都可以 依照个人喜欢来制作 好 那我们现在的首当其冲 就是先把我们的姜丝切好 你可以切薄片 也可以切刀块 当然 在腌制上滚刀块 比较慢能吃 薄片比较快 可是呢 有些人喜欢它滚刀块的那个口感 所以实际上 你可以使用的方式就是 一部分切滚刀块 一部分切薄片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吃到后段的时候 它还是一样是脆口的 那像这个 我们在洗的过程中 没有注意到这些脏的东西 全部都要把它剔除掉 像这个要剔除掉 像这个要剔除掉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所有的姜的部分都已经切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这是我们的盐巴 好 抓一小把 把它拌匀 透过盐巴拌匀 抓取 来杀青 因为本身姜它还算蛮辣的 即便是嫩姜它也有它一定的辣度 那我们一定是要透过盐巴来做杀青动作 那你在腌制过程中 然后我们 我们藉由盐巴的沙青 它可以破坏纤维 然后让部分的水分释出来 那当它有水分释出来之后啊 后段你在使用酱汁的时候 它才能够完全的吸附 好 那我在我拌的过程中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个嫩姜其实就水嫩水嫩的 对 它已经开始在出水了 那基本上我比较赞成是说 请各位啊静置个十分钟 再来进行它的料理 好 那我们现在先静置哦 好 我们静置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已经有点出水了 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下面这边有糖水了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就是说 尽量还是在做一个抓拌的动作 因为你透过抓拌可以把涉水把它挤出来 这个动作其实还蛮重要的 这边已经处理完之后啊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今天制作的时候用的是气泡水 那你也可以单纯使用水 OK 但是一定要是煮沸放凉的水 千万不能够生水下去做 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水下去 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多余的盐分把它洗掉 因为你盐分留在里面的话 它其实慢慢的放会影响口感 会影响 会影响浆的口感 好 那这边已经完成 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 干净的一个盆子 那清的习惯就是会把它洗完以后 烘干 可以使用传统电锅 不加水 按下开关 干蒸 把里面的水蒸 水蒸到干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动作就是说 嫩浆已经杀青完成了 我们把它挤好的 就这样子放进去 一定要挤掉 因为有一些涩水跟盐巴水 我们必须要借这一次挤的时候把它排除 盐巴水的量在里面越少 它在保存的过程中脆口度会比较明显 那如果盐巴在里面太多的话 它到后段你在使用的时候会变得比较糊 比较不会脆口 所以这个部分挤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各位就是可以透过这种挤干的方式 我水没有倒很多 所以我现在挤出来这些水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是属于姜汁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姜已经很完整的 OK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放砂糖 砂糖的量要多少 因为它有透过盐巴的量了 所以砂糖的量不能太少 但是有些人不喜欢摄取过多的糖分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以使用一大匙就可以 我使用这个是小匙 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话 这是一大匙 如果你不喜欢太甜的朋友 这样子的量就OK了 可是呢 如果你是偏甜的 你可以把它撒这样子的量进去 我撒了两匙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的东西是茶梅 我刚刚有提到过了 这是属于自己腌制的茶梅 那如果你需要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找一下 有一些商店他们还是会有贩售这类型的茶梅 或者是纸酥梅都行 那我们把它烧进去 因为像青自己在吃啊 就比较不计算成本 所以呢 我在放的时候都很大气 因为腌制完以后 那个梅子泡过醋以后也相当好吃 所以各位不用跟他客气 像青是不客气 那各位呢 可以佐量去去找需要的量来使用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的是糯米醋 糯米醋的量呢 需要多大 大约是一杯的量 就这样倒进去 这是醋 糯米醋 这么多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量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要使用 我们刚才那个水分 因为你如果单纯都是全用醋的话 它会太酸 所以你需要一点 煮过放凉的水分 来让你的 汤汁不会太酸 OK 好 就这样子 我们把它静置 静置 好 给各位看一下 静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姜 那因为我使用的气泡水 所以它会分泌 可是我的气泡水是无糖的 所以我在糖的用量上 我不用去考虑气泡水 它不是汽水 所以这是无糖的 好 那就这样子腌制 可以看得到侧面 就是很漂亮的 那个 姜的颜色 好 那我们这样静置 放冰箱冷藏 半天就可以食用 好了 腌制半天 我们的 茶 姜 已经完成了 那实际上 透过我们 这种腌制的方式 就是 刚开始吃的时候 姜的辛辣味 还是会存在 可是慢慢的越吃 那个醋的味道 就会进到姜里面去 然后梅子的风味 也会慢慢的展现 这是相辅相成的 必须要有时间去转化 那刚开始在吃的时候 就各位可以先品尝看看 很单纯的就是姜的风味 那慢慢来越吃 后面就会越觉得 那个梅子的味道 进到姜里面去的 在制作这道菜的时候 也不一定要使用 湿式的梅子 也可以使用干式的梅子 包括说我们喜欢吃的 咸化梅啊 都很适合拿来制作 透过梅子的提味 能够让姜的风味 又更上层次 如果你对姜 也是趋之若鹜的人 那就非要品尝 这一道小菜不可 夏日小菜同乐会 让你多一道菜 为家人满足餐桌上的幸福 喜欢亲的频道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 不管是吃还是玩手做 我们都一起努力